老杨到处说 同样是恒大的危机 我们注意到 海内外的关注点和解读切禄 有明显的不同 多维网一向是会在关键的时候 挺身惹出 为中国政府的政策 缓辖或花很大的力气的背书 无非就是打个圆场 并力求解化 希望扮演舆论导向的角色 最近呢 有一篇署名文章 从目前的恒大危机入手 他指出 很多人奇怪 为什么中国政府把市场整顿的大棒 挥向了房地产市场 甚至是以近乎自产的方式猛烈出击 他说自中龙基政府20年前 把房地产作为中国经济的资助之一之后 房地产就一直是一个高速发展 高度活跃的市场 几乎成了中国经济活力的象征 为中国经济增长 贡献了将近四分之一的能量 他说 从单纯出进市场活跃和经济增长的角度 中国政府绝不应该 向这个市场挥动大棒 不仅不应该 反而应该以更大的力度向这个市场发展 注入更多资源 因为这样才符合自由市场的一般原则 但是 中国政府不仅以有利方式果断出手 中间的这个市场的狂欢盛宴 而且以此同时不是在一个领域出手 同时在互联网平台经济 教育培训 网络游戏 大众娱乐 同样大热的影域 众手出击 被风暴波及的一行业 无不损失惨重 企业经营受到严重冲击 大批关门倒闭 注意到市场这是看不见的手之外 看得见的政府之手 是搅起这场风暴的绝对主角 很有意思这篇文章 我做了一些解读 不一定准确 第一 他这里提到了朱隆基 提到了朱隆基主政期间 把房地产作为中国经济的支柱之一 这种说法表述 没有任何公开的批评和指摘 但隐约的把房地产过热的源头责任 推到了二十年前朱隆基 那一届的国务院身上 虽然他也承认 房地产高速发展 高度活跃 中国经济活力的象征 为中国经济增长 贡献了将近四分之一的力量 这是第一 第二 他也承认从自由市场的一般规律和原则看 从单纯促进市场活跃和经济增长的角色 中国政府绝不应该 绝不应该 挥舞大棒 不仅不应该 而且要注入更多的资源 更大的力度 那么为什么 这个时候要采取 有利措施 果断出手 终结这个市场的狂欢盛宴 为什么不止这个同时还有那么多的领域 噼里啪啦噼里啪啦的 为什么呢 他第三点 他提了一个问题 第一他认为 现在这场整顿是历史罕见 好了 在这场历史罕见的市场 究竟是什么东西在驱动 在署名文章承认 这是雷厉风行 政府这只手 是搅起这场风暴的绝对主角 也就是说市场这手退而求其次 作者的答案 这次市场风暴目的只有一个 就是节制资本追求公平 重建市场秩序和价值伦理 他说这在过去的 以经济建设为中心 追求经济增长速度的年代 是很少见的 但我们见到了 第四点 这署名文章承认 引起市场和社会各界的心理恐慌 显然已经难以避免 为什么 因为这场运动 这场风暴 主要指向多由 民营资本主导的产业领域 这个时候 中共中央的政治局会议 中央财经委 又要推动新的 共同富裕的政治决定 很多人马上 把变化的价值取向 和中共传统意识心态关联 打土豪分田地 夺取政权 强硬措施进行民族资本主义 工商业改造 会不会又回去历史 输注于历史道路来解决 现实的社会公平问题 这个时候 刚好李光满了个大资宝 又被中共顶级的官媒 批量转发 海内外的舆论场 经济理论领域 轩然大波 这篇文章 浓烈的文革气息 底层深处的反资本 反西方 反市场的味道 这里面这句话是原话 即暴露了 中共文宣系统 某些负责和审核 把关的中低层官员 糟糕的政治理论素养 把责任推到中低层的官员 哪一个中低层的官员 有这么大的权力 我认为这些扯淡 让人不由不联想 给中国造成严重灾难 和混乱的文革的年代 所以呢 新文革不进而走 文章有另外一个解读 第五点 文章提醒大家注意 在习近平的导致下 中国的国家治理的底层逻辑 已经变了 经济增长 当然重要 但蛋糕还要继续做大 但是社会经济的公平 也就怎么分蛋糕 又放到了更加重要的次序上 不再放在怎么样做蛋糕 而再怎么做到了 分蛋糕 蛋糕不做大怎么分 他没说 他认为 绝不可能再单纯为了经济增长 而放任社会发展失衡 任由资本主导 继续扩大 贫富悬殊 让民众 尤其是年轻人 不满 继续音量 这句话 移到香港来 也同样有用 他都为 这次包房地产 在内的市场整顿通报 不再是以前那种 片面增长的逻辑 也不是再来一次文革 要回到阶级斗争的老路 但是他承认 中共后来已经意识到了 这个李光满的文章 引发了混乱 试图要降温 到今天 昨天 李克强 刘鹤 拼命的在降温 在重复 没用 但是 他也看到 要把人们心里驱走 尤其引发的恐惧 不那么容易 不那么简单 特别是在 民营经济 经营困难 叠加了这些年 社会言论和意识形态 不断收紧的情况之下 更难 往回走 向左转 第六点 这文章也承认 中国社会不犯寡 而犯不均 有他的传统文化习惯 难报的 民族民粹主义的情绪 难报了 跟当下已经相当 缘均的贫富差距 和中共的 红色基因里面的革命情述 使得中国 并不缺少再发生一次 文革的头脑 这个是个贡献 他承认 但是他说 对中共最高层来说 绝没有 再发动一次文革 使中国陷入内乱的意愿 没有 但是文革的发生 有他特殊的国际背景 宫廷政治因素 和中共党内两条路线斗争的背景 这篇文章认为 在今天这些背景 国际因素 特殊的国际因素 宫廷政治原因 中共党内两条路线斗争的 这个背景 在今天并不存在 但是恰恰是这三点 应该多多少少 还是客观存在 这有意思 他说中共的领导人 习近平大权在握 没有人能够威胁到 他巩固了地位和连任的计划 那说习近平就没有必要 像毛泽东那样 通过发动一场运动 来清洗政治对手的需要 而中共由他领导的核心 中共没有再经历一次文革浩劫 智慧 智慧 国家大好牵着动机和共识 他否认了新文革的立论 但是他没有把这个问题讲 为什么文革的土壤还在 但现在没有这个意愿 这个因素的完全 完全归零 这个很有意思 第七 多维网还有另外一篇署名文章 特别强调了经济领域的宏观条件 硬着陆的历史经验教训 说的是1989年 中国价值价格改革的闯关失败 他认为是硬着陆的典型 也因为硬着陆失败 随之而来就出现了 1989年6月4号的政治风波 是成了主要的诱因 他说官方现在非常的忌讳 忌谈这一点 已有了六四事件的教训 中国现在的官方对治理经济 有了更深入的思考 但以我们来看 今天到发生的现在来讲 尽管有很多力网困难的刹车的做法 我们的观察 外界的理解 这一次的调控 依然出现了那么多奋不顾身 不计后果的硬着陆的端倪和迹象 第八 多维往署名文章的利益 是要说明新文革论者 错读了中南海力推 实现共同富裕的底层逻辑 但各位 其实即便如此 仍然有很多人 灵验接受所谓的错读结论和印象 你想一想 以进步自残的方式来调控经济 或者可以说是不懂经济运行规律 或者说这样的危机 已经到了引爆的临界点 不能不用自残的方式来处理 同时谈到中国存在的 比较丰厚的诱发文革的头脑 但习近平绝对没有再发动一场 文革使中国陷入内乱的意愿 他说的是领袖没有这个意愿 因为他大权在握 没有人能够挑战他的权利地 权利地是个牢固的 而且他还有他的连任计划 没有人能挑战 他没有必要像毛泽东那样 发起一场运动来清洗 政治对手的需要 他没有 领导 在经历一次文革浩劫 智慧国家大好前程的动机和共识 我觉得这些话说得很诚恳 这些话但也说得很绝对 基本上呢反映的是他们最后的一个定论 但是真的各位 没有办法完满的解释 即便没有习近平个人的意愿 即便没有人能威胁他牢固的地位和连任的计划 而以他为核心的中共的领导层 也没有在经历一次文革浩劫 智慧国家大好前程的动机和共识 我们也许都能够勉强接受这样的自言取说 但为什么大多数人能对此心存疑虑 就说明这样的说辞虽然是第一次见 但浓然缺花足够清晰的说服力 第九 对恒大危机的处理 或许是个重要的观察指标 能否乱作路 讨厌的其实是 治国理政的执行力 领导力 决策是否尊重科学规律 尊重经济规律 尊重市场规律 我们都知道没有人是什么都懂 以生俱来的天才 屁股当然可以截定脑袋 百年未有之大变局 习近平本人的总结归纳 就是一个字乱 各位乱中有序还好 乱中无序那就乱套 看得见的政府之手 如果真的成了这一次的风暴的主角 绝对的主角 那其实高度不确定性 以然出现 无数的历史经验教训证明 凡是左三分 总会让同观调控的政策 在付诸实施的过程中 很容易出大乱子 我们当然很期待 各种各样的软着路 而不是自缠方式的市场整整和调整 所以呢 介绍完这篇文章以后 我对新文革 我对走回头路 我还是心存疑虑 老杨可以说 老杨到处说 他们说 他们说 人生看什么 数学习 人生看什么 都没闻 真的 可怜健身 作词